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恰斯卡并非兵系 安排尽有皮肤 5.0多数玩家不感兴趣 根据论坛几位大佬给出的消息 恰斯卡将是封系组C角色 而非之前预期的兵系角色 这一消息也意味着莱欧斯利的复刻时间 已经基本确定 很可能会在5.1版本的卡池中 否则的话 两位兵系角色出现在同一个卡池中 玩家很可能会选择抽取新角色 而跳过老角色 关于申赫的复刻时间也备受关注 而倩特拉利将会是兵属性的角色 据传将在5.4版本前后进入卡池 如果申赫在这段时间内复刻的话 可能会有些时间间隔较长 而兵系角色在内卡再次遇冷 也难以预料 关于安博有皮肤的消息 确实让不少玩家感到困惑 有大佬提到安博有皮肤 但一直被割置 突然传出这个消息 让人觉得困扰 难道在5.4版本中 会推出安博的皮肤 这一点目前还不能确定 因为关于这个消息的传闻太多 让人感到有些迷茫 不过 在之前的联动活动中 确实有安博的皮肤 这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 希望下次推出的皮肤中 会包含安博的皮肤 让玩家们能够体验到 这个角色的不同风貌 最后 对于5.0版本的卡池角色 如果没有任何改动 他们可能会考虑 直接跳过这一版本 不过 5.1版本登场的角色 似乎更加引人注目 西诺宁身为一名暴戏夜魂成女 在内塔PV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 当玩家得知西诺宁是岩系属性时 可能会感到失望 因为岩系在当前的游戏环境中相对尴尬 但当西诺宁被曝光为一个人权大腐蚀 许多玩家纷纷表示 这样的设定实在是太厉害 目前 西诺宁在二命状态下 已经相当强大 如果在三命状态下更加强大 为了提升实力 玩家依然会选择抽取 艾梅丽艾的宣传视频发布后 意外地创造了历史新高的评论量 许多玩家对此表现出了困惑 截至目前晚上10点半为止 艾梅丽艾的评论量已经突破了5.8万 这表明 玩家对这一角色仍然非常关注 毕竟 作为上一个版本中登场的新五星角色 他仍然位于下半概率进入角色池 从情况看 他似乎与即将到来的内塔角色有所关联 等内塔一推出 我们就会知道艾梅丽艾的实力到底如何 如果不想抽4.8下半卡持两位女角色的玩家 可以囤好原石 等内塔开门去抽自己喜欢的角色 关于夜兰是否值得抽取 这也是许多普通玩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首先 夜兰的增伤机制非常出色 而且在大世界中 他的移动能力也非常出色 尽管现在有咸云这样的大世界移动角色 但夜兰的增伤机制 是许多角色无法替代的 考虑到内塔是火之国度的角色 夜兰作为水元素角色 自然也不会太差 此外 每一期深渊中 都会看到夜兰的身影 如果玩家的资源充足 那么抽取夜兰仍然是值得的 如果资源有限 或许可以考虑等待那塔的出现再做决定 封单最后一个卡持 4.8下半卡持即将开启 这一卡持的角色强度还比较模糊 首先 朴香斯艾梅利艾这一角色相当神秘 他的实力估计只能在上线后 由专家测试后才能了解 据传言 金尼奇与燃烧元素搭配较好 因此 如果想在内塔版本中玩的比较爽 可能需要抽取这一角色 然而 四星角色明雷哲 香菱和燕飞 对于杠入坑的平民玩家来说 都比较友好 有玩家可能尚未拥有满心的香菱 这一次可以考虑补其他的命作 以四命起步玩得更好